你愿意为了一个女孩子 放弃城市里面所有一切 回到农村大山里面 生活 创业 如果是你 你会愿意来这里吗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 可能 我也不会愿意了 每天 早上六十钟起来 要去 喂猪 去山里面住着 没有电 没有所谓的WiFi 没有城市里面的繁华 但是自己内心坚定 要去创业 要证明给自己看 要给自己这个女孩子 未来 再苦 再累 都去坚持了 到最后现在问问自己 现在所做的一切 值得吗 很遗憾 到了这个年纪 却成了父母眼中的 最失败的孩子了 明明可以在大城市里面 有稳定的收入 有自己的家 每天 陪伴父母在身边 却往往 选择了 回到 这里 但是小羊不后悔 来到这个地方 因为我始终相信 通过自己的努力 我会带你 对你所有的村民 跟着一起创业 不能外出打工的 爷爷奶奶 叔叔阿姨们 都可以在家里面养猪 然后完了呢 想要去可以帮他们把猪收回来 对吧 因为这样 可以给他们 增加 稳定的收入嘛 这也属于是 帮助别人 也帮助自己 所以我一直 在内心里面 做农业 帮助别人 是一件既功德的事情 所以现在所做的一切 都是他们这些人 给了我力量 一直他们的鼓励 支持 看见小羊到这里来 老人们高高兴兴地 欢迎着我 小孩们 陪着小人的身边 能够帮助他们 这就是我现在 想去做的事情